大家都知道随着中国近些年的快速崛起 又来到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或者定居 他们分分表示中国壮观的风景和优久的历史 都让人无比神亡 前段时间有位法国女孩就来到中国 这位女孩从小迷恋中国文化 对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男生有别样的好感 女孩就让来中国准备找一个男友定居在中国 女孩来中国的第一站是广州 但令人意想不到是 打击上遍地的黑人 女孩十分惊讶 难道这里是非洲吗 这跟自己想的中国完全不一样 说完后女孩就伤心地离开了中央 确实是对于法国女孩所见 如今的广州遍地都是黑人 甚至广州还被黑人们成为小黑中 现如今黑人们在广州移入了自己的社区 又专属于自己的学校 这种学校不教中文 只教本国的语言 有点黑人到来 他们教了很多的中国女朋友 甚至还有不少结婚者 大家知道 中国本来就有严重的男女失婚的问题 甚至有专家用递 在2020年 中国将会有3000万光棍 有些黑人的大量涌路 现在广州本地的男人 找老婆越来越困难 有人没有办法 我们打光棍 好的朋友们 你们对广州的黑人有什么看法 对于那些嫁给黑人中国女孩 你们有什么想出的吗 请在屏幕区留言讨论